几几几台南府城 满满都是人 春节假期快开始了 不少人会选择来吃美食 逛古迹 但怎么移动比较方便 来租一部机车吧 电源招呼顾客 尽管是平常日 还是有不少观光客 前来租车 台中 台中来 台车350 蛮划算的 从高手来 差不多300至400 台南火车站前 租车一条街 车种多元 价格也不同 过年期间 价格也会有所调整 基本上我们连价期间 都会调涨大概三成 伦理成本的关系 所以我们只 每一天驾收100块而已 过年期间的话 我们是不做调整的 有业者选择动涨 有业者考量成本 决定涨价 但不管涨不涨 生意都很旺 甚至预约电话接不停 一车难求 各位电道员小姐 甚至有的要去看 盐水的那个酸汇 除了之后 应该都是满定的状况 因为这一次年价比较长 业者竞争激烈 纷纷把车子保养好 或是推出通信软体还车 还有店家寄出行李运送服务 让客人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逛街 要来抢工过年商机 期盼人潮都能涌入台南 荷包跟着赚满满 华世新闻流汗生 许温男 蔡孟俊 台南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 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